三層樓高的電線桿 掛著一個條狀物 這是一條蛇 尾巴垂下 明顯死亡了 就是他害附近的民宅沒電可用 維修人員搭梯子把蛇勾下來 這是俗稱臭親母的網警蛇 長約兩米身上有五處電 集合抓傷的痕跡 只是蛇怎麼會爬上電線桿呢 蛇子攀爬的一些動物 才會這樣子的 蛇會自己爬上去嗎 我覺得很奇怪 可能是蛇類太重 導致老鷹無法將蛇抓緊 不算將蛇跳落在電線桿的電線上面 這條蛇墜落之前就有民眾目擊 附近有一隻老鷹盤旋 抓著蛇 牠疑似被降肉 掉到電桿遭電擊冒出火光 導致台南白河區聖安裡有70戶停電 那牠應該沒想到牠的命運 會就是這樣子纏繞在電線上 蛇被電擊死亡 陷入設備遭到碰觸 導致絲蓉開關跳脫 70戶停電經過搶修不到40分鐘 全數復電 一尾蛇盤踞在機車底層 消防員英勇的抓起這條臭親母 這是屏東日前有民眾騎車外出 覺得摩托車老是自己催油門 騎起來卡卡的給技師檢查 打開置物箱發現是臭親母作怪 專家說蛇類在夏天活動最頻繁 大多蛇類生性害羞 不會主動攻擊 建議別輕易嘗試自己處理 通報動保處人員交給專業 比較妥當 TVBS新聞 顧首昌夜鳳達 屏東台南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